结婚前一天丈母娘劝 女儿最后一次帮扶黑人学伴 我拼命阻拦她才勉强不去 丈母娘却嘲讽我小心眼 不愿帮助国际友人 结果第二天得知 丈母娘猝死在黑人轰趴上 没穿衣服她悲痛欲绝 我却暗自庆幸 我觉得妻子会感激我 婚后孩子出生那天 她抱着一个黑娃 满目猙獰 出现在我面前丧心病狂的大笑 我舞雷轰顶 原来她把丈母娘的死算我头上 整整一年去舔黑人学伴 只是为了报复我 我浑浑噩噩生不如死 她趁机卷走所有财产 逼我母亲下跪学狗叫 让黑人打断我的双腿 日夜折磨在我临死前 用怨毒的语气说道 陆远这是你害死我妈的代价 再次睁眼重生到丈母娘 劝女儿参加黑人轰趴的那天 我心中燃起复仇的火焰 这一事我要把这两个贱货 推下深渊 老公别那么小气嘛 我妈去寺庙求签 主持说婚前要日行一善 这次帮扶国际友人 是积功德 那批非洲留学生快毕业 我只是去看看 肯定不会耽误婚礼 缩软的气泡音 在耳边响起 将我的意识拉回现实 我睁开眼睛 呆呆望着眼前 挺挺玉利的女孩 精致的五官 捡水的毛子 别在头发上 粉红色蝴蝶 发卡撒娇时 嘟着嘴巴 让男人忍不住 生出强烈的保护欲 我环顾四周 脑袋轰然炸裂 我重生了 柳如烟坐在 布置好的红色昏床上 摇晃我的手臂 半个脑袋挨着肩膀 用那会说话的眼睛 楚楚可怜望着我 我与柳如烟对视 打亮着这张 人畜无害的俏脸 心中忍不住一阵恶心 柳如烟 是我的朱砂制 高中时期的笑话 高中升学的那天 我撞见她的一瞬间 便感觉到爱神降临 沦陷其中 校园的小道上 她穿着碎花小羊裙 别着一个蝴蝶发卡 清纯的相夺小白花 从那以后 我便有意无意 地打听关于柳如烟的消息 想尽办法制造巧合相遇 不管见到多少次 心脏都会剧烈地跳动 整整高中三年 我默默喜欢她 关注她 为了她 我辜负家里和老师的期望 空分与她进入一个 普通师范学校 进入大学后 我便对她发起猛烈的追求公事 我刷新舔狗的极限 下雨天送散送早餐 都是常态 她生病时 不眠不休 照顾72小时 她病好了 我反而倒下 她与男生去酒店时 我贴心送上壁子套 她失恋时 我用兼职赚的钱 带她旅游散心 情绪恢复后 扎男一个电话 她又屁颠屁颠滚回去 直到快毕业时 她又一次被富二代甩了 终于发现 所有人当中 唯有我无条件满足她 包容她 于是在桃花盛开的季节里 答应我的追求 她害羞低头答应的那一刻 我快跳起来 觉得自己是世界上 最幸福的男人 我幻想着毕业后 努力工作赚钱 与她组建一个幸福的家庭 若不是上辈子 柳如烟自己坦白 我不会知道 她清纯的外表 下藏着一颗腐烂流浓的灵魂 而罪魁祸首 便是我那位赵母娘 我与柳如烟确定关系后 为了不让她受委屈 把她当成女儿一样宠爱 柳如烟也很享受 这种被捧在手心的感觉 所以对我极为依赖 但从恋爱到结婚这段时间里 我们的恋情 遭到前所未有的波折 所有困难 均来自柳如烟的母亲 我的赵母娘 还在高中时 我就见过赵母娘一面 虽然过了50岁 可打扮非常时髦 穿着漏背装 热裤看人时 先看对方穿着 如果只是地摊货 直接白脸色 赵母娘经常PUA女儿 为了生她去了半条命 养育她多么不容易 天下没有无不适的父母 做的一切都是为女儿的幸福 柳如烟作为一个乖乖女 被提要教很好 不管赵母娘说什么 哪怕说厕所的大便 可以使用她 都无条件信任 毕业之前 我对赵母娘的印象 顶多是失利眼 喜欢打扮 坚信能用爱感化对方 可惜想多了 当得知 我与柳如烟在一起 赵母娘便阴阳怪气 指着我的脑门质问 凭什么 她女儿长得那么漂亮乖巧 就算不嫁给福布斯 排行榜上富豪 起码也要中名鼎识之家 而我不过是个普通人 没资格娶她女儿 赵母娘说话尖酸刻薄 极为难听 当时柳如烟就站在旁边 低着头玩着刚做的美甲 我还心疼不已觉得 她为了我受到很大委屈 发誓要努力让她幸福 那段时间 赵母娘每天给 柳如烟灌输乱七八糟的思想 女人不能太早确定关系 必须尝试交往多个男人 才知道真正喜欢谁 免得后悔 为此强行拉着女儿相亲 介绍都是些 大富翩翩的有钱老男人 那段时间 赵母娘除了批语为女儿 还不断羞辱我 说我赖蛤蟆 想吃天鹅肉 每次我遭到羞辱柳如烟 便擦着眼泪 说赵母娘太爱自己的女儿 以后会用行动证明给她看 我当时觉得 能娶到这样的女人 是祖坟冒清烟 好在经过压抑的几个月 柳如烟在我亲戚的帮助下 做了师范学校的辅导员 负责外联一帮非洲留学生 从那以后 赵母娘对我的刁难就少了很多 经常往学校跑 我还以为柳如烟 从中调和更加爱对方 柳如烟被赵母娘控制很厉害 我们每次约会 她都要来当电灯泡 花着我的钱 骂着我的父母 不过唯一能让她开心的就是 代替柳如烟 去照顾那帮留学生 好不容易看完电影回来 想要跟柳如烟温存一下 赵母娘便用电话狂轰烂炸 勒令她回家 看着柳如烟满脸愧疚 我选择包容说 等结婚后就好了 终于到了谈婚论嫁的日子 赵母娘狮子大开口 必须全款婚房婚前 写她女儿一个人的名字 婚宴必须在五星级酒店办婚车 必须来思来思接送 更羞辱我的父母 没钱就别结婚 省得丢人现眼 我父母差点被气死 但为了我捏着鼻子忍了 他们做点小生意存款 并不多掏空棺材本 满足赵母娘提出的一系列要求 赵母娘洋洋得意 对柳如烟炫耀看吧 与人必须在婚前 百足姿态嫁过去 才能当嫁 如果轻易得到以后 就不会珍惜 我深爱柳如烟 不想让她为难 一次次满足赵母娘无理要求 等到了婚礼前一天 赵母娘又开始作妖 原本谈好的十八万八彩礼 这已经是我父母 到处借钱凑齐的 赵母娘忽然反悔 因为得知一个姐妹嫁女儿 收了二十八万八 觉得不能比对方低 于是把数字提高到四十八万八 柳如烟都于心不忍 说了几句就被打了一巴掌 赵母娘冲着女儿咆哮 看一个男人爱不爱你 首先看愿不愿意为你花钱 不愿意花钱肯定不爱你 连这点彩礼都不愿意 还妄想嫁过去会对你好吗 柳如烟捂着脸颊低着头 满脸委屈 当时我还以为她很单纯 很孝顺 不愿意让赵母娘伤心难过 柳如烟反过来安慰我说 她妈妈离婚后 含辛茹苦把她养大不容易 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她好 希望我不要介意 赵母娘每次做出格的事情 柳如烟都能找到理由 反正不顺从就是不孝顺 直到结婚前一天 赵母娘为了帮扶国际友人 迫不及待去参加黑人哄趴 劝说女儿一起 结果第二天得知 她猝死在哄趴上 据说喝了酒 与一群黑人纠缠死的时候 没有衣服 我阻止柳如烟 避免她出事以为她会感激我 没想到柳如烟因此记恨我 向赵母娘的死怪罪到我头上 为了报复 我舔了那帮黑人整整一年 事到如今我终于反应过来 在外人眼中乖巧听话的柳如烟 并不是孝顺董事 而是他们太虚伪太范健 陆远你说话呀 柳如烟见我沉默神色 有些不耐烦 严肃到我作为学校辅导员 有责任照看好那帮留学生 如果出了问题属于工作失职 而且去看看又不是什么大事 难道会耽误婚礼啊 我抬起头望着柳如烟满脸不愿 心中冷笑因为这番话 上辈子我心软觉得她责任心强 现在对留学生好 以后对家庭也负责 可惜从头到尾 我被他们母女耍得团团转 柳如烟在赵母娘的蛊惑下 早就跟那帮黑人搞在一起 画面混乱不堪 早听闻赵母娘私生活很乱 没想到比我想得更加不堪 而柳如烟跟他妈一样脏 这次说的好听 是去帮扶国际友人 估计见结婚了以后 少机会与黑人玩 所以才想婚前好好放肆一场 想起柳如烟与黑人私混的画面 我差点忍不住吐出来 既然她执意想去 我不但不会阻拦 反而乐见其成 让那对母女下地狱去吧 不过为了保险起见 我深吸一口气故作纠结 柳如烟真的要去吗 柳如烟赶紧点头急忙到 这是学院的政治任务 必须把留学生照顾好 而且上面已经决定 每个留学生必须有个学伴 我也申请了一次性申请两个 我忍着恶心 柳如烟胃口真大 居然一次性帮扶两个黑人心中 再也没有半点怜悯 无奈到 所以你有必须去的理由 我只是有些担心你的安全 柳如烟呵呵冷笑 也懒得装了皱起眉头 能出什么事情 我妈带着我肯定能照顾好 陆远你不要那么小气 还没有结婚 你就限制我人生自由 以后怎么放心嫁给你 如果你不同意我就 我就不嫁了 我偷偷看了一眼 手机录影苦笑道 行吧 既然你执意要去 我也没办法希望你们玩得开心 柳如烟欢呼一声 搂着我的手臂撒娇道 老公你对我太好了 放心吧我去看一眼 没什么事情 马上回来陪你 我点点头刚要说话 丈母娘一脚传开房门 尖叫道怎么还没好 我都等了五分钟 不带柳如烟说话 用手指着我骂道 你有什么资格 限制我女儿自由 没结婚馆那么多 以后肯定会家暴 像你这种癞蛤蟆 能娶到我女儿 已经是天大的福分 如果不同意 那就分手 柳如烟小声道妈 路远没说什么 咱们走吧 丈母娘愣住 没想到我会同意 我脸色平静 其实恨不得撕烂 丈母娘的嘴巴 上辈子我疯狂阻拦 甚至已取消婚礼威胁 柳如烟才勉强同意 我以为自己救了她 所以会感激我 没想到她把丈母娘的死 怪罪到我头上 为了报复 我做出那些 丧心病狂的事情 害我家破人亡 这份仇恨 清净三江水也洗不尽 丈母娘养着脑袋 得意到看见了吗 女人在家里 该强硬点 不然怎么当家 否则以后被人 骑在头上 我女儿可是天之娇女 我差点吐了 是啊 你女儿是天之娇女 不愿意被我骑在头上 却愿意给黑人玩弄 想想都觉得恶心 丈母娘嫌骂我 还不够 嘲讽到以后结婚 也不许管那么多 我们是去帮扶国际友人 日行一善 像你这种没格局的男人 配不上我女儿 说完拽着女儿 迫不及待地离开 生怕去晚了 那群黑人会离开 我站在窗前 望着楼下远去的身影 毛子泛着寒意 他们去铁人家笑得那么开心 笑吧 不知道明天是否笑得出来 目送他们离开后 我坐在昏床上掏出手机 给发小打了个电话 他是计算机高手 大二时候 便靠写代码赚了一百万 经常拉我去喝酒说 一起创建公司 这些年做了黑客 国家有备案 私下赚了很多钱 所以有原始资本 我把事情说了一遍 发小问我要了 柳如烟手机的评保密码 拍着胸脯 保证能拍下想要的一切 打完电话 我开始思考如何退婚 父母打拼一辈子的积蓄 全款买的婚房 绝对不能落在柳如烟手上 48万8的彩礼 必须拿回来 大部分是二老舔着老脸 借亲戚朋友 等处理好退婚的事情 我便会加入发小的公司 按照上辈子的记忆 发小公司规模越做越大 从几个人的小作坊 大半年直接上市 只可惜发小 不懂人情事故 得罪小人 最后被人设计出售 所有股权公司上市后 他受到极大刺激 先我一步跳楼自杀 确定没有什么遗漏 我便去客房休息 柳如烟睡过的床 我觉得太脏 也许因为刚重生 所以特别困 一觉睡到天亮 等我打开手机 看到几十个未接电话 大多数是我妈打来的 儿子大事 不好了柳如烟 家里出事 你赶紧到医院一趟 对了 你想办法退婚吧 我回播过去 我妈与其交集 支支吾吾 有些话不好意思说 我舒口气 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 原本是找发小 黑掉柳如烟手机 录下证据 没想到母女两个 玩得那么疯狂 直接玩去了医院 我赶到医院 没有去病房 而是来到医生办公室 了解情况 主治医生 见识我自称柳如烟丈夫 所以没有隐瞒说到 病人来的时候 身体情况很差 经过检查细工 要切除以后 会失去生育能力 病人现在的精神状况不好 所以还是以安抚为主 我浑身一阵 不是因为愤怒 而是喜悦 没想到老天开眼 帮我狠狠惩罚柳如烟 失去做母亲的权利以后 她就是个不下单的母鸡 赵母娘还拿什么 祸害下一个 我道谢一声 才走到病房 尚未进去 便听到里面的对话 妈怎么办呀 如果路远知道 会不要我呢 柳如烟 现在才知道恐惧哭到 赵母娘冷笑不屑道 她若是敢毁婚 我弄不死她 而且婚前完完而已 没什么大不了 只要咱们不说 就当事情没发生 况且你不是很开心吗 柳如烟继续哭道 可医生说 要切除细工以后 没法怀孕 赵母娘小声道 等找机会给路远下药 让她失去生育能力 到时候 把脏水泼在她身上 事情传出去 咱们也站得住脚 柳如烟没有回答 可沉默已经代表太多 我在病房外 听到母女两个的谋划 气得甘疼 没想到赵母娘那么阴毒 早想好退路 难怪完的那么放肆 不过这次 我怎么会让你们如愿 我一把推开病房的门 大步走进去 赵母娘赶紧躺下 装作痛苦的样子 唉呦起来 柳如烟看到我后 毛子闪过一丝慌乱 她失血过多 脸色略显惨白 张开怀抱 嘟着嘴巴 想要来个爱的抱抱 楚楚可怜的样子 换作以前 我估计心疼要死 现在却觉得活该 看两人样子 有了柳如烟的分担 赵母娘没有猝死 反而精神状态不错 我没有理会柳如烟的索报 静止拉着一张凳子 坐在病床边 忽然道 事情我都知道了 柳如烟脸色巨变 神色变得恐惧 忙道 路远 这都是误会 我装作痛心疾首 愤怒道 那群king兽 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们 现在就报警 把他们抓起来 不行 赵母娘顾不得装 尖叫道 如果报警的话 大家都知道 我们以后怎么做人 反正不许报警 我看向柳如烟 等待她的答案 也知道赵母娘为何不敢 因为这是他们自愿的 玩得太过疯狂 导致惨剧发生 事情捅出去 他们不站立 我问柳如烟 你觉得呢 柳如烟赶紧看向赵母娘 见她摇头 小声道 还是 还是算了吧 我早料到他们会拒绝 点头道 行吧 我尊重你们的意见 不过发生这种事情 我们的婚礼 没必要办下去 等你出院 把房子过户 然后退还彩礼就行 说完便起身要离开 赵母娘急了 呵斥道 你想批吃呢 你以为我们想出事吗 还不是因为你 作为丈夫 没有尽到保护好妻子责任 要负全部责任 房子和彩礼 你休想拿回去 我还没问你 要精神损失费呢 我被赵母娘的无耻惊呆了 赵母娘冷笑 女儿 你看见了 早告诉你别相信她 如今出事 只会推卸责任 不就是无法生孩子 什么狗屁的爱情 她就是人渣 畜生 柳如烟咬着嘴唇 见我眼神凌厉 吓了一跳 但很快神色坚定 咬牙道 不错 路远 你要负全部责任 如果你当时阻拦 就不会发生悲剧 所以必须怪你 尽管知道母女两个是贱货 但没想到 他们如此令人恶心 滚吧 房子和彩礼 就当这次的精神补偿 赵母娘得意洋洋 觉得我懦弱 没办法把他们怎么样 你们会后悔的 我强压着掐死他们的冲动 冷冷一笑 有本事去告啊 赵母娘面露挑衅 原本就看不上我 现在离婚 她觉得女儿能找到更好的 无法证明我女儿出轨 你活该 我看着那张癫狂的脸 抛出手机 想要证据 我有 我看着赵母娘那张小人得志的脸 怒火中烧 直接打开录音 柳如烟 真的要去吗 这是学院的政治任务 必须把留学生照顾好 而且上面已经决定 每个留学生必须有个学伴 我也申请了 一次性申请两个 所以你有必须去的理由 我只是有些担心你的安全 能出什么事情 我妈带着我 肯定能照顾好 陆远 你不要那么小气 还没有结婚 你就限制我人生自由 以后怎么放心嫁给你 如果你不同意 我就 我就不嫁了 赵母娘听完录音 脸色难看 憋得脸色战红 她说我没尽到阻拦的责任 现在证据出现 她无话可说 但我还是低估赵母娘的无耻程度 以她自私的性格 从来不会觉得自己做错 尖叫道 女儿 你看见了吗 她心机叵测 居然录音 肯定是做贼心虚 从没见过那么不要脸的人渣 幸亏提前止损 看清楚她的人品 否则以后就惨了 赵母娘颠倒黑白的本事 一如既往 把所有责任推卸到我身上 换做以前 我担心影响与柳如烟的感情 所以会隐忍 如今决定退婚 自然不会管柳如烟死祸 赵母娘又道 有录音又怎么样 反正房子和彩礼不可能退 有本事你去告啊 别说我没提醒你 你家那个破店要是出现食物中毒 两个老不死的要是出点车祸 呵呵 这可是都是你造成的 我勃然大怒 揪住赵母娘的衣领 毛子充满怒火 她竟然如此阴险 用我父母来威胁 我知道以她的性格肯定做得出来 想起上辈子经历的痛苦 恨不得弄死她 赵母娘躺在地上 大叫道 来人啊 杀人了 有个小畜生打我 我深吸一口气 松开赵母娘 看向柳如烟 沉声道 你也是这么想 柳如烟神色冷漠 点头道 我妈说的对 你是个小人 以前怎么没发现 既然会录音 房子和彩礼肯定不能退 就当我的青春损失费 赵母娘嘿嘿一笑 讽刺道 我女儿的青春可是很值钱 不像你这种垃圾 一套房子和几十万彩礼 算便宜你了 我气急而笑 你的青春是青春 难道我的青春给狗吃了 我知道想要让他们家 把房子和彩礼突出 不会那么简单 所以并没有纠缠太久 赵母娘催了一口 得意道 小畜生 你也配跟我斗 发小那边没有传来视频 暂时拿他们母女没办法 论无耻程度 整个A城没人比得上 不过我父母的血汗钱 岂是那么好拿的 我阴沉着脸走出病房 等视频到手 再好好收拾他们 离开医院后 我回到婚房 把所有柳如烟的东西打包好 就算房子是柳如烟的名字 也要他吐出来 然后打电话退婚车 酒店 取消蜜月旅行 处理完与婚宴有关的事情 我便往家里赶去 我家在市中心有家面馆 口碑生意很好 二老劳碌一辈子 攒了一点钱 不然结婚时拿不出那么多钱 想到年迈的父母 为了自己 不但掏空棺材本 还忍受柳如烟母亲的羞辱 我心里沉甸甸的 上辈子柳如烟为了报复我 逼着我妈跪在地上学狗叫 我爸活生生被他气死 我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回去 但真到面馆外 停下脚步 心乱如麻 爸妈 对不起 这被我子一定好好孝顺你们 我深吸一口气 刚打开门 却听到母亲的惨叫声 我浑身一机灵 心中涌出不祥预感 冲进面馆 眼睛瞬间赤红 柳如烟的母亲 和小鹅带着一群黑人 在店里打杂 把我妈踩在地上 左右开弓扇巴掌 嚣张道 你家的小畜生不是东西 食乱中气 我女儿躺在医院做手术 她居然提分手 各位父老乡亲 这家面馆老板心肠歹毒 希望大家能看清楚 他们真面目 和小鹅恶人先告状 把所有责任推卸到头上 叫嚣道 我女儿手术费十万块 今天不赔钱 我就一头撞死在墙上 我妈气得浑身颤抖 流泪道 事情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啊 我爸抄起扫把 想要打人 却被黑人推倒在地 和小鹅冷笑 傲然道 除了我女儿手术费 还有务工费 营养费 精神损失费 没有一百万 我不会善罢甘休 每天来店里闹 我爸妈是老实人 哪里见过如此阵仗 神色充满绝望 助手 我冲进店里 搀扶起我妈 死死盯着和小鹅 怒吼道 你还要不要脸 明明是你们母女 在外面乱搞 跟我有什么关系 想要钱 一分没有 不但和小鹅狡辩 我等着那群黑人 冷冷道 我已经报警 你们要是被抓住 统统会被遣返 黑人们别看五大三状 但胆子特别小 听到我的话 面面相去 然后快速离开 和小鹅愣住 失去依仗 又见我凶神恶煞的样子 一时间有些慌乱 于是一屁股坐在地上 哀嚎道 我的命好苦啊 女儿被渣男害得好惨 老天爷 劈死这个小畜生吧 我不想活了 我冷冷看着她表演 示意爸妈先进厨房 沉声道 别装了 我们聊聊 和小鹅以为我怂了 擦掉眼泪 吃笑道 没得谈 拿不出一百万 我天天来闹 除非你不开店 这时候 发小打来电话 说视频搞定 已经传给我 我心里有底 转身朝门口走去 想要钱 出来谈 和小鹅嘿嘿一笑 眼睛放光 仿佛看到一百万在招手 我们来到店外 和小鹅双手插腰 得意到 小畜生 我说过 你根本斗不够我 十项点拿一百万出来 不然你会死得很惨 我抬手一巴掌 打在和小鹅脸上 虽然道 你配吗 想起他殴打我妈 恨不得弄死对方 和小鹅捂着脸颊 待在原地 不可思议看着我 张牙舞爪朝我扑过来 叫道 小畜生 你活腻味了 老娘跟你拼了 我抬脚将他踹翻在地 打得他惨叫不已 以前看在柳如烟的面子上 任由和小鹅羞辱 如今成为仇人 我自然没必要留情 也不怕他报警 做得差不多 和小鹅蜷缩在地上 瑟瑟发抖 看着我的目光 充满惊恐 谁能想到 曾经的废物 动手起来像个疯子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先示弱 然后找机会报复 不过你动手之前 不妨先看看一段视频 说完 我掏出手机 点开发小录制的视频 我也是第一次看 可看到里边不堪入目的画面 简直刷新三观 胃里一阵翻滚 差点没吐出来 柳如烟母女与一群黑人私混 主动的样子 令人作呕 我没想到 外表清纯的柳如烟 骨子里如此下贱 想起自己爱她那么多年 胃里一阵翻滚 和小鹅看到视频后 瞳孔放大 眼神充满恐惧 她非常清楚 如果视频传出去 母女两个会成为全世界的笑柄 以后再也不可能掉金龟虚 你 你想干什么 可小鹅意识到问题严重 畏畏缩缩 哀求道 路远 有事好商量 别那么冲动 视频传播出去 是犯法的 48万8彩礼 立即转账 等柳如烟出院 把房子过户 我冷冷道 和小鹅神色俱变 肉疼不已 可在视频威胁下 只能咬牙认怂 很快我收到48万8的转账 冷冷道 这段时间别耍心思 视频有备份 如果我出事 立马会发出去 到时候你们名声等着烂大街吧 和小鹅尽管愤怒 却无可奈何 临走前 我看到她眸子闪过的怨恨 已和小鹅的性格 不会这么算了 我手持他们乱搞的证据 早已有了对策 就怕她消停 父母还在店里 我不想让二老担心 匆忙赶回去 看到我走进面馆 原本满脸愁容的父母 赶紧上前检查 见我没事才如实重负 不带我安慰 我爸拍着肩膀 说道 钱没了可以慢慢转 人没事就好 我妈点头 附和道 饿了吧 先帮你煮碗面 回家再给你做好吃的 望着我妈脸上的巴掌印 想起上辈子 他们悲惨的遭遇 我眼眶泛红 他们一辈子与人为善 因为我不得善终 为了柳如烟那的贱人 家破人亡 这辈子一定要好好保护父母 不让他们受到半点伤害 我掏出手机 将彩礼钱转过去 爸妈 彩礼钱已经要回来 接下来便是那套房 你们放心 属于咱们的东西 一分钱不能少 或许是我的眼神充满杀气 父母欲言幼稚 最后化作一声叹息 柳如烟母女不好惹 尤其是和小鹅 今天能带一群黑人杂电 明天便能做更过分的事情 临头老百姓 斗不过他们 他们只是担心我的安危 我安抚一个多小时 才勉强打消父母的担忧 看到我爸病脚染了一丝白血 心中更加不好受 那套婚房是父母血汗钱换来 绝对不能落在那两个贱货手中 为避免和小鹅再来捣乱 我让人装了几个隐蔽的监控 搞完店里的事情 回到婚房已是晚上 刚躺下 发小打来电话 给我发了一顿录音 听完后 我火气直接蹭了上来 发小在柳如烟的手机 安装窃听软件 偷听到他们母女的谈话 和小鹅去了医院 受到天大的委屈 越想越不服气 决定给我一个教训 于柳如烟商量好 晚上对面馆下手 平常我爸妈住在店里 他们想要火烧面馆 制造一场意外 发小意识到问题严重 赶紧通知我 我站在窗前 望着镜子里的自己 脸色阴沉的可怕 原本还想等房子过户 再收拾那堆建火 现在看来要提前了 凌晨两点 整条街已经关门 冷冷清清 我蹲在角落 守住带兔 在我快打瞌睡时 一辆面包车停在店门口 一群人提筒下车 将汽油顺着门缝倒进去 隔着百米 我们看到和小鹅 那张扭曲的脸庞 老东西 你们生的小畜生敢打我 去死吧 和小鹅宁笑 掏出打火机 就要点燃汽油 不许动 千军一发之际 警察冲了出来 将他们团团包围 和小鹅脸色聚变 神色闪过一丝慌乱 他带来的那群人 想要逃走 却被一个个摁在地上 揭开面罩 居然又是白天那群黑人 和小鹅眼看要被抓 脸上闪过猙獰 将打火机丢在汽油上 当时整个面馆陷入火海中 他瞄准机会 转身冲进黑暗的巷子里 警察顾着灭口火 没有察觉到 我悄悄跟上去 眼神冰冷 在得知和小鹅要动手时 我便让父母回家 所以面馆并没有人 和小鹅做梦没想到 会有警察在蹲点 他慌不择路地逃窜 跑了几公里 发现前面是一条死路 十几米高的阶梯正在维修 我紧跟在后面 故意弄出脚步声 想要吓唬他 果然 和小鹅以为警察在追捕 再也顾不得安全 纵身跳下去 但听见一道清脆的骨折 旋即是凄惨的叫声 我站在高台上 看了一眼下边的和小鹅 转身离去 那么高的地方跳下去 不肆意而中伤 这只是利息 接下来 我要慢慢玩死那对母女 第二天 我被叫到派出所 警察跟我说事情有些麻烦 因为黑人身份特殊 处理不好会有麻烦 我笑了笑 心里早有计划 别看这群黑人留学生长得强壮 其实胆子特别小 吓唬两句便瑟瑟发抖 他们可怜兮兮地看着我 不断求饶 出乎他们预料 我只要了面馆的赔偿 并不追究其他责任 黑人们立即表示同意 拿出二十万赔偿 我心中暗骂 狗东西真有钱 临走前 那帮黑人留学生 还以为我是好人 一个劲表示感谢 并且告诉我 是柳如烟母女 伺候他们半天 才勉强同意 我摆摆手 告诉黑人留学生 幸好我不追究 否则你们要被遣返回国 那对母女太自私 丝毫没有考虑到你们 黑人们头脑简单 神色愤怒 扬言要他们好看 我成功挑起双方的矛盾 笃定和小鹅 想要再使唤这群黑人 估计付出的代价难以承受 望着离去的黑人留学生 我眼神冰冷 这群人渣 过阵子在收拾 先让他们狗咬狗 经过这件事情 那对母女躺在医院 暂时失去报复能力 我能清静一阵子 接下来要去发小的公司 重活一次 什么爱情都是狗屁 搞钱才是第一要务 正好发小又打来电话 说给我看的好东西 满怀期待 前往发小发送的地址 上辈子所有精力 放在柳如烟身上 对于发小的邀请 我没有接受 发小公司上市 我真心为他高兴 可惜没过几天 他便跳楼自杀 得知公司被小人算计 发小心灰意冷 失去活下去的动力 摘取恋爱脑 这辈子就是要搞钱 加入发小公司 便是绝佳机会 可等我走进一个 约莫十几个平方的出租房 看到满脸胡渣的发小 蹲在地上吃泡面 灯是傻眼了 这就是发小说的 很有前途的公司吗 发小走的是非主流路线 染了一头黄毛 大热天穿着雕 脖子上带着一根金链子 见我到来 一把搂着我 大笑道 你终于想通了 肯与我共创大业 我瞟了一眼办公场所 苦笑道 创你大爷吧 别告诉我公司才你一个人 发小放下泡面 拍着胸脯 自信道 别看公司一个人 但前途远大 只要研发的新品成功 稳妥点能赚几个亿 我叹口气 不知道说点什么 发小还要吹牛逼 外边传来剧烈的敲门声 他脸色巨变 蹭的一下躲进厕所 说道 帮顶一会儿 我拉屎 我摇摇头 打开门 眼睛一亮 站在门口是个短发美女 与柳如烟那种清纯外表不同 眉宇间散发一股阴气 明明长得那么漂亮 偏不打扮 但依旧难掩天生励志 好像在哪里见过他 一时间想不起来 给钱 短发美女伸手 语速很快 三个月的房租 九千 五分钟内部交钱 别怪我叫搬家公司 我撇了一眼厕所 心中叹息 发小混得那么惨吗 无奈只能转账 想要报复先交房租吧 可扫对方微信时 发现短发美女 竟然在通讯录里 不禁愣住了 实力 我看着通讯录上的名字 神色古怪 自己对这个名字 一点不陌生 初中同桌 当年可是风云人物 实力初三转学 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 初中毕业后 上了高中 全身心扑在柳如烟身上 早忘记对方 不过每年都能收到 她的新春祝福 但为了避嫌 从未回复过 实力板着脸 冷笑道 就算是初中同学 我也不能免足 我苦笑 说道 放心吧 不会赖账 我直接赚了三万六 一年的房租 实力收到钱 临走前 忽然问道 听说你要结婚了 我摇头 神色平静 疯了 不知道是否看错 实力眸子闪过一丝喜悦 又或者是幸灾乐祸 毕竟同桌时期 我可不少欺负对方 总是拿她的短发说时 给她起了一个假小子的称号 实力好几次被我弄哭 哎呦 原来是老熟人 缘分啊 发小从厕所出来 堆起笑脸 讨好道 小富婆 我最近在创业 公司不出三年会上市 很快就要报复 有没有兴趣入骨 滚 实力瞥了一眼 美好气道 好嘞 发小转身端起泡面 神色幽怨看着我 同样是男人 为何差距那么大 她说是真的 实力望着我 晃了晃腰间的钥匙 随意问道 我有上辈子的经验 确定发小研发的产品 会大受欢迎 不久之后 会得到一笔天使投资 点头道 赚大钱 若不是发小看起来太穷 我担心熬不到产品出来 公司已经倒闭 我偷 实力想了想 又把三万六转给我 认真道 但我有个条件 你假装我男朋友 一周时间 我本能想要拒绝 为了这点房租 不至于出卖身体 成交 发小冲过来 神色兴奋 不断朝我实眼色 就这样 我被发小卖了 实力坐视雷厉风行 直接带着去见家长 搞得我差点跳车 路上我接到何小乐的电话 对方语气一如既往的嚣张 命令道 路远 你马上给我打十万块 滚 我挂了电话 那对方拉黑一条龙服务 心中冷笑 和小鹅哪来的勇气 问我要钱 昨晚想烧死我父母 不弄死他已经很克制了 在车上与实力闲聊 才得知一些事情 实力初三转学 去了更好的私立学校 然后考上北大 目前在一家私募投资任职 年薪一百多万 家里有十几栋房子收租 最近休假回来 帮父母收租打发时间 实力轻聊 淡写的语气 想死说 我在某个工厂打螺丝 我差点被整抑郁 人比人真要气死人 实力询问我的近况 我如实相告 没什么好隐瞒的 听完我的遭遇 实力猛的刹车 扭头盯着我 我苦笑不已 做好被打去的准备 谁让我以前 总是招惹人家 实力握着方向盘 望着前方没有说话 车内气氛 当时沉闷下来 挺好的 实力笑了笑 为等我询问 便继续前进 半小时后 车子停在一栋别墅外 他父母对我热情 有点过分 好似怕女儿嫁不出去 恨不得明天就去领证 一顿饭下来 我收了一万红包 与柳如烟的父母相比 实力家人对我的态度 天差地别 尤其是实力的母亲 握着我的手 徐寒问暖 我曾以为天底下 丈母娘都一个样 现在才明白 原来人与人之间 差距那么大 离开别墅 我把红包递给实力 实力摇头 随意道 拿着吧 算是辛苦费 来回推自己次 见实力好像有些生气 我只能硬着头皮收下 决定把钱投到发小的公司 实力把我送到楼下 望着前方 貌似漫不经心 问道 还记得初中时的临别赠言吗 面对尺利的目光 我神色尴尬 初中毕业前 大家会有一本临别赠言册子 我跟风搞了一本 但事后不知丢在何处 估计被我妈当作垃圾卖掉了吧 尺利转学之前 坚持要帮我写 我当时要踢球 随便丢了一个本子 可等我回来 尺利再也没有来过学校 到了高中 我被柳如烟迷住 更加不济的尺利 尺利是学霸 家庭条件好 这种白富美 压根与我没关系 后来每年收到她的新春祝福 以为是群发 所以没有当真 可尺利问得那么认真 搞得我不知所措 就随便找个借口 故作轻松到 时间过去太久 早忘记了呀 尺利笑了笑 没说什么 到了公司 或许是发小良心发现 神神秘秘给我一份资料 说有惊喜 我扫了一眼 胃里一阵翻滚 差点吐出来 没想到柳如烟母女那么恶心 柳如烟表面上是清纯笑花 走高冷路线 暗地里拥有一个腐朽流浓的灵魂 从高中开始就在何小鹅的教育下 竟然做了小姐的生意 难怪何小鹅平时不工作 也有大把钱 有时候母女一起做生意 价钱更高 有钱人就喜欢这套 柳如烟早烂了 跟我在一起时 还说结婚才能动房 因为自己很保守 可第二天便与黑人学伴玩得那么放肆 现在想来 我真是天下第一大傻子 差点当了接盘侠 发小见我脸色不对 说道 还有更劲爆的 继续往下看 我深吸一口气 强忍着恶心 往下翻 柳如烟除了做小姐外 还是个烂赌鬼 躺着赚了很多钱 足够普通人下半辈子生活 却沾染了赌博 输掉全部 更借了几百万的高利贷 难怪以前说 事业为重暂时不结婚 第二天便求我结婚 我当时以为付出终于有了回报 原来是债主逼债 想找冤大头 可惜在圈子里 他名声烂透了 只有我肯定接受 发小拍拍我的肩膀 感慨到 及时止损 挺好的 不敢想象 如果你们结婚 那才是无底深渊 我满脸苦笑 还能说什么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我跟发小一起创业 他负责研发产品 我负责公司架构营销 期间 池里来找过几次 说看看产品研发请情况 免得投资的钱打水漂 虽然他漫不经心 但每次给出的建议非常专业 发小听得两眼冒光 建议我追求池里 放着那么好的白富美不要 是不是傻 我摇摇头 清楚自己与池里之间的差距 配不上人家 接下来十几天 除了扮演池里的男友 应付他父母外 所有时间扎在工作上 全身心投入工作 麻痹了神经 不再为柳如烟母女的事情烦躁 当产品终于研发出来 客户反馈不错 并且被一家投资结构看上 我明白发财的机会即将到来 上辈子发小只会搞研究 不会处理人情事故 所以被人坑了 这辈子我在旁边辅助 减少阻碍 产品足足提前几个月面试 又一个忙碌的一天 我拖着疲惫的身体 走出办公室 一道身影从角落钻出来 拦住去路 我看清楚对方后 脸色阴沉 柳如烟做了切除手术后 精神状态很差 站在面前像是被风肆虐过的小花 楚楚可怜 换作以前我心疼不已 但现在想起他做过的那些龌龊事情 只会觉得无比恶心 柳如烟咬着嘴唇 低头道 路远 我错了 都是我妈叫缩 我不敢违抗 现在发现世界上最爱我的人是你 再给一次机会吧 我一定会好好爱你 边说边上前抓我的手 我像是触电一样 将他推开 脸色难看 冷声道 我们已经分手了 既然出院 那就去过户房子吧 柳如烟眨眨着大眼睛 泪水从眼眶掉下 颤声道 路远 你这样那么绝情吗 我只是贪玩 真正爱你的 只有你啊 闭嘴 以前能让我一晚上兴奋的话 此时觉得可笑 我盯着他的眼睛 讽刺道 你跟黑人玩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考虑过我的感受 这时候谈爱情 未免太无耻了吧 柳如烟惊慌道 路远 别离开我 我真的错了 我保持距离 平静道 你们母子做的那是破事 做小姐 赌博 欠了一屁股债 无非是想找冤大头 现在看我事业上升 所以来装可怜吧 实话告诉你 若不是那套房子 我看你一眼都觉得恶心 柳如烟愣在原地 脸色阴晴不定 咬牙道 路远 我不过是犯了天下女人都会犯的错 难道不能原谅吗 你为何那么小气 纠结那点小事情 我气得想大笑 那是小事情吗 她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不可原谅 到现在柳如烟不肯知错 觉得是我小题大做 我被爱发现 两人的三观相差如此大 以前为何会爱上这个心如蛇蟹的女人 没得谈 房子不过户 那些视频 你看着办吧 说完我就要离开 没走两步 身后传来怨毒的咆哮 声音带着自古的寒意 是你逼我的 一股刺鼻的味道袭来 我没想到她敢动手 来不及闪避 脑袋天旋地转失去意识 不知道过了多久醒来 我没有睁眼 听到柳如烟母女谈话 终于抓到小徐生了 这次必须逼她将视频交出来 名声毁了 以后怎么在圈子里混 和小鹅踹了我一脚 歇斯底里 听说她开的公司产品受欢迎 估计要赚大钱 这些钱都是我们的 可她好像知道咱们原兆的那些事情 看样子不会爱我了 柳如烟无奈道 和小鹅赤笑 不屑道 男人都是下半身动物 只要你长得好 她连心都掏给你 那帮黑人不就是这样 像她这种废物最好控制 记住妈的话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女人必须掌控自己的命运 柳如烟忽然道 我看还是算了吧 等得到视频 就把她弄到棉北 生不见人 死不见尸最好 我心神狂震 柳如烟比她妈恶毒太多 既然想把我卖到棉北 用心何其歹毒 趁恶毒母女谈话时 我思考脱身办法 硬拼肯定不行 免得他们狗急跳墙 一盆冷水泼下来 我浑身机灵 睁开眼睛 入眼的是 和小鹅睁獰的脸 以及柳如烟故作惊慌着急的样子 心中不免冷笑 演得挺好 和小鹅咬牙切齿 教导 陆远 一切都是你的错 如果不是你不够大度 事情不会发生成这样 所以你必须负全部责任 把视频交出来 免得我动手 柳如烟哭道 妈 毕竟我跟陆远那么多年感情 求你放过他吧 陆远 你赶紧将视频交出来 我会陪你好好过日子的 我假装激动 问道 柳如烟 我从高中开始爱你 直到现在 如果你肯回头 我肯定愿意接受你 柳如烟眼神闪过一丝复杂 别听他的 和小鹅不愧是人精 一眼看出我伪装 尖叫道 小畜生在骗你 你立即联系绵北那边 把人带走 然后抓住他父母威胁 如果不交出视频 直接弄死 柳如烟反应过来 死死盯着我 眼神爆发浓浓的怨恨 咬牙道 陆远 你让我太失望了 我不过是与黑人玩玩 你那么在意做什么 既然如此 我们没什么好谈的 去死吧 他恶毒起来 像是个疯子 掏出一个刀子 来到跟前 兴奋到 你有眼无珠 居然敢抛弃我 先把你弄成瞎子 看你还敢看不起谁 我悍然失色 按道完了 这对母女太恶毒 后悔已经来不及 早知道当初就该整死他们 不要昏房 和小鹅舔着嘴唇 牟子露出巅峰 蛊惑道 女儿 这么做就对了 他是复兴汉 人渣 小畜生 不值得你爱 外边那么多男人 随便挑一个比他好万倍 看着不断靠近的刀子 我心中绝望 上辈子被柳如烟折磨死 这辈子也要如此吗 就在刀子即将扎进我身上时 仓库门破碎 一辆红色的车子冲进来 整个仓库倒塌 我又陷入昏迷 我做了一个梦 桃花盛开的季节 我回到了初二 奔跑在绿树成荫的校园里 追逐着前方一道光 身后传来一声呼唤 说等等我 我没有停下脚步 反而跑得更加用力 终于靠近那一道光 在光运中 立着一道倩影 怯生生像是初春的桃花 当我靠近 伸手想要触碰的时候 光运消失 露出一张让我恐惧的脸庞 柳如烟手持一把血淋淋的参刀 歇斯底里 眼睛充斥着疯狂 他怀里抱着一个黑人婴儿 一刀抹落我的脖子 癫狂道 若不是因为你 我妈不会死 我要你下地狱 身后那道呼唤越来越近 我躺在地上 望着地狱恶鬼般的柳如烟远去 呼吸越来越弱 当后面的身影来到面前 我努力睁开眼睛 想要看清楚对方 眼前的世界逐渐消失 我听不见了 天上下雨 有点凉 也有点闲 不知道是雨水还是泪水 我好像错过极为重要的东西 我努力想要睁开眼睛 可失去了一切 上辈子因为太爱柳如烟 付出一切 无条件信任 导致家破人亡 这辈子也是如此吗 陆远 你醒过来啊 耳边传来熟悉的呼唤声 充满幽怨 你还记得出二十 我给你写的赠言吗 你估计没去看吧 那时候全世界都孤立我 只有你愿意接纳 虽然你总喜欢开我玩笑 可我能感觉到 你是真正把我当朋友 所有人都说我是灾心 恪死了兄弟姐妹 连老师同学都不喜欢我 你却告诉我 人不能活在别人的看法中 要为自己而活 我每年给你发信息 希望你能看我一眼 可惜总是失望 我经常关注你 看到你恋爱 要结婚 心里难过 可是你得知你分手后 我心中狂喜 终于等到机会 所以迫不及待的把你带回家 你为什么不等等我 别离开我 这是池莉的声音 如气如素 填满了我的心灵 不知道是否幻觉 应该是幻觉吧 池莉那么优秀 怎么可能喜欢我 可能是临死前的幻想 我的意识再次慢慢模糊 沉睡过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终于睁开眼睛 看到的是浅蓝色的病房 空气中满是消毒水的味道 环顾四周 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 难道我没死吗 当柳如烟踢着刀子逼近时 我心中满是不甘 以为死定了 可临死前 好像仓库坍塌 然后昏迷过去 醒了 门口传来一道清冷的声音 池莉提着饭盒 坐在床边 打量着我 点头道 命真大 这都不死 我苦笑 欲言又止 池莉一边打开饭盒 可是我去收租的路上 正好看到你被柳如烟绑走 所以就跟上去 没想到柳如烟母女够狠的 想把你弄死 所以把你救出来 可惜仓库塌方 你被砸中 至于那对母女趁乱逃跑 你放心 柳如烟母女已经被通缉 迟早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至于你还是好好养伤 池莉将盛着米粥的勺子 递到我嘴边 说道 张开嘴巴 我浑身无力 很听话 望着池莉 千万言语哽在喉咙 我忽然想起梦中那些话 忍不住道 初二时 你临别赠年里写了什么 池莉的手一抖 没有回答 我没有多问 苦笑道 我做了一个梦 好像听见你在哭 说到一半 我闭嘴了 有些话不该说 毕竟你池莉那么好的条件 怎么可能喜欢我呢 病房里沉默 很长时间 池莉很会照顾人 虽然气质高了 可什么都会 似乎在她身边 充满前所未有的安全感 谢谢 池莉起身要离开时 我轻声道 除了父母 从来没人对我那么好 以后有什么需要 尽管吩咐 池莉挥挥手 示意我别在意 大步离开 我重新闭上眼睛 常态一声 接下来半个月 我以为池莉不会再来 毕竟人家救了我 人之意境 没必要来照顾 可池莉每天都来 虽然表情淡淡的 但方方面面很周到 很快我便出院了 踏出住院部的大门时 我抬头望着天空的娇阳 脑海中浮现出柳如烟母女 争名阴毒的脸庞 心中涌出强烈的复仇怒火 这次我会他们推入 万劫不复的深渊 柳如烟母女仿佛从世界消失 警察找了很久 没有他们踪迹 不过我相信他们忍不住多久 在这个天王笼罩社会里 只要他们露出一点马脚 肯定会被抓捕 他们涉嫌诈骗 绑架 杀人未遂 多项罪名并罚的话 足够下半辈子蹲大牢 自从出院后 我与池莉的关系熟悉很多 池莉会来租房 发小的产品小打小闹 可在了解后 发现商机巨大 所以我们经常见面 成立了一家公司 发小负责产品研发 我负责资源整合 池莉负责拉投资 研发产品搞出来第二天 池莉迫不及待离开A市 去找投资人 说等他好消息 三天后 池莉回到租房 当她告诉我们 拉到一笔天使投资 投资人非常看好这款产品 我与发小差点跳起来 池莉建议庆祝一下 于是我们去了酒吧 玩得很high 尤其是发小 非主流打扮 在酒吧里非常受欢迎 身边从不缺妹子 至于我坐在位置上 神色平静 看着在舞池中疯狂的发小 发小双手搂着妹子 事宜赶紧过去 我摇摇头 表示拒绝 池莉坐在对面 她今晚化了淡妆 平日里很少打扮的她 在朦胧的灯光下 散发出惊人的魅力 短短半个小时 便有十几个男人 过来要联系方式 我没来由的紧张 故作淡定摇晃酒杯 池莉笑了笑 指了指我 说有男友 我心跳加速 虽然明知道是挡箭牌 但还是忍不住紧张 可很快便打消 不切实际的想法 与池莉接触时间越长 越能感觉到对方的优秀 无论是外貌气质 家庭背景 我远远比不上 在我的印象中 能配得上池莉 应该是那些豪门大哨吧 但不该是我这种 被扎女耍的团团转的失败者 玩到凌晨三点钟 发小带着两个女孩 不见踪影 我与池莉离开酒吧 走在冷静的街道上 我们默契没有聊天 也没有打车 像是在校园里的散步 池莉停下脚步 望着我 因为喝了酒 毛子泛着水雾 问道 刚才在酒吧 把你当做挡箭牌 没事吧 我摇头 打句道 能当持大美女的挡箭牌 是我的荣幸 池莉笑了笑 摇摇头 望着夜空 感慨到 时间过得真快 转眼九年过去 对了 高考时你没什么 没有报北大 我记得你当时的理想 便是这个学校呀 我愣住 想起了一些不好的回忆 苦笑道 高考空分 跟柳如烟一起去读师范 可惜知人知面不知心 终究是错辅 还想他吗 池莉又问道 毛子在黑夜里闪过一丝光 我眯眼 沉声道 我想他去此 夜风有些寒意 我把池莉送到家门口 便转身离去 在路边等网约车 抬头看了一眼池莉的家 她趴在窗户边 朝我挥手 我会心一笑 正要说话 忽然脸色俱变 死死盯着池莉的身后 一个蒙面人从厕所走出 来到池莉后面 掏出一根绳子 我瞪着眼睛 一股凉气从脚底板冲上头顶 疯狂冲向池莉的家 有人想要杀掉池莉 池莉的公寓在三楼 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力量 从外墙爬到三楼窗户 正好看到蒙面人 勒住池莉的脖子 池莉拼命挣扎 可惜对方身形高大 眼看要断气 我大吼一声 扑了上去 与蒙面人扭打在一起 蒙面人似乎不想多事 见暗杀失败 一拳砸中我的鼻梁 转身朝门口逃去 我抓着机会 将人扑倒 死死勒住驳梗 那人疯狂撞击我的小腹 因为刚出院没多久 力量不大 剧痛袭来 我咬牙忍着 直到对方昏迷 我也失去了行动能力 昏迷前 池莉趴在我身上 大声呼喊我的名字 没办法 我又住院了 真够倒霉的 好在受伤不重 我醒来时 第一眼看到是池莉 那张充满惊喜的脸庞 她告诉我昏迷两天 凶手是一名职业杀手 幕后主谋是柳如烟 消失一段时间的柳如烟 愿对警方通缉 不但没有收敛 反而雇佣杀手 幸好池莉没事 否则我会愧疚一辈子 池莉倒是没说什么 望着窗外 脸色变了 我欲言又止 终究是自己的原因 连累了对方 池莉收回目光 试笑道 你真厉害 对方是职业杀手 居然干不过你 警察都觉得震惊 我看了眼小傅 当时疼得快晕倒 但一想到自己倒下 池莉可能会死 所以爆发出洪荒之力 如果再来一次 不敢保证能累于杀手 为什么那么拼命 池莉盯着我的眼睛 认真道 你当时已经离开 从一楼爬到三楼 跟猴子一样 我看向别处 轻声道 怕你出事 池莉浑身一颤 沉默片刻 起身道 柳如烟活着始终是个隐患 我来处理吧 这段时间 你好好养伤 说完便起身离开 我在医院住了一周 期间是发小过来照顾 父母那边我找个借口 不想让他们担心 池莉似乎很忙碌 直到我出院也没来看过 大概是觉得 跟我待在一起有危险 所以保持距离吧 心里有些失落 但不怪他 换做任何人 招惹到柳如烟那种疯子 都会轻而远之 发小告诉我 与投资人已经谈好 第一笔融资 大概是300万美元 如果市场反馈好 还会追加第二笔 从发小口中得知 投资人是迟力牵线搭桥 所以过程进展顺利 供应链这块 投资人会搞定 不过需要让出25%的股份 我与发小加起来 拥有51% 拥有绝对话语权 投资人保证 产品市场反馈好 公司上市铁板钉钉 听着发小兴奋 聊着公司的事情 我总觉得不对劲 上辈子发小被小人算计 把股权全部让出来 最后抑郁跳楼自杀 算算时间 应该还有半年 我当时没有加入发小的公司 不知道具体情况 现在看来 很可能与投资人有关 所以提出想见见投资人 出院后 第一时间去看望父母 面馆已经重新装修 实力出了大力 不但把旁边的商铺给盘下来 增加面馆的面积 装修上了一个档次 生意变得更好了 我告诉二老 这段时间有点忙 让他们注意身体 二老看着每天营业额 笑得合不拢嘴 说要不了多久 便可以凑上首付 再买一套房 虽然与柳如烟的婚事告吹 但总不能不结婚吧 这年头没房子 结婚难度大 看着操劳一辈子的父母 我心中越发坚定 一定要除掉柳如烟母女这个隐患 免得二老遭到伤害 可天大地大 柳如烟母女躲起来 想要找到无异于大海捞针 我终究不是爽文小说里的男主 天底下没有那么多巧合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仅此而已 好不容易打消父母买房的念头 我又去了公司 地址已经不是那套十几个平米的租房 而是市中心商贸大楼整层 池莉建议想要拉到投资 面子工程不能少 发小手握三百万美金 财大气粗 自然同意 可最后签下租赁合同时 发现房主竟然是池莉 差点骂娘 她握着我的手 双目含泪 差点哭了 路远 你知道那种震撼的感觉吗 我暗自震惊 原以为池莉是包租婆 应该有很多房子 没想到市中心都好几层 每一层价值过千万 察觉到与池莉差距比想象中更大 我心中叹息 逐渐熄灭那些不切实际的念头 新的办公场地很宽敞 很奢华 我见到了从魔独飞过来的投资人 没想到是投资界的大佬 曾是东方读书的创始人 被踢走之后 成为投资界的大咖 便是赏经常见 投资大佬很随和 并不会因为我们公司刚起步 便端架子 在大佬的一番描述下 我佩服的五体投地 原以为投资不难 站在风口中都能飞 现在才发现 人家之所以能赚大钱 眼光和格局 远非常人能比 从他身上我学到很多 也确定一件事情 徐老板应该不是涉及发小的小人 既然不是徐老板 那到底是谁呢 送走徐老板后 石丽风尘仆仆的刚回来 说有柳如烟母女的消息 石丽这段时间追查柳如烟母女的消息 动用很多关系 砸了很多钱 聘请国内一家很厉害的私家侦探社 终于找到对方的踪迹 原来他们在国内待不下去 跑到缅北电炸工业园 实力告诉我 他们为了报复我 孤主一致 本来打算干掉我 然后去国外发财 没想到计划失败成为通缉犯 只能跑到缅北 可惜他们错过了形势 高估自身重要性 在缅北那边不缺女人 他们被折磨不沉人行 原以为会死在那边 不知道如何忽悠诈骗头子 摇身一变 成为骨干力量 柳如烟更利用美色 骗走以前客人不少钱 那些有钱人自然不会善罢甘休 花重金买柳如烟母女的命 要不是母女两个还有利用价值 原北诈骗头子估计当场杀人 他们得知风声 半夜逃跑 消失不见 实力猜测很有可能潜入国内 我听完实力的消息 暗自震惊 忍不住问道 这段时间 你一直在追查他们 实力淡笑道 为民除害 人人有责 我嘴唇哆嗦 心中无比感动 实力轻描淡写 但我清楚 他耗费了多少财力物力 除了报酬外 更多是担心我的安全 只有除掉柳如烟母女 才能以绝后患 得知柳如烟母女回国 我变得紧张而又兴奋 以他们的性格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定然会报复我 所以这是反击最好机会 为了保证父母安全 我让他们先回老家 二老见我不像是开玩笑 没有多问 便连夜收拾东西离开A时 没有后顾之忧 接下来便布置好天罗地网 等待柳如烟母女上门 接下来很长时间 公司发展很好 产品市场反馈超出预料 因为发小做的是反窃厅软件 所以被很多手机厂商看中 一家排名前三的手机制造商 愿意高价购买 只要答应 我与发小就能财务自由 不过发小坚持公司上市 说这样才有成就感 拒绝了手机制造商的收购 实力接下来很忙 为了公司上市 经常出差 我们见面的次数减少 但关系反而变得更好 实力一点没有端着白富美的架子 与我相处 总是能聊到灵魂共鸣处 尤其是谈起初中时期 故作愤愤不平 说我不能乱起外号 搞得他现在没人要 以后估计得孤独中猫 我也半开玩笑 实在没人要可以考虑我 反正经过柳如烟母女的事情 对爱情早已经失望透顶 我们就像是黑夜里行走的 两个孤独的灵魂 相互鼓励 相互慰藉 实力没有想象中那么坚强 平时连蟑螂都怕 走路时怕踩死一只蚂蚁 可柳如烟雇雇佣杀手 成功激怒了他 那段时间 他什么都不做 想要整死柳如烟母女 可惜对方逃到了绵北 鞭长莫及 随着关系升温 实力也解决了上市的诸多条件 就等去敲钟 我们三个联合创始人 重新聚在一起 去了原来那家酒吧 发小依旧玩得很疯 再加上最近有钱 虽然还是非主流打扮 可外边停着一辆保时捷718 虽然是最便宜的保时捷 依旧很多美女往身上贴 发小冲我嘚瑟 之前打击我 说爱情有个毛用 单身是个麻烦 但结婚是一堆麻烦 她看到我悲惨的遭遇 决定单身一辈子 又有人来搭讪迟利 不待她拒绝 我便坐在实力身边 什么都不用说 那群人拾去的离开 实力眸子闪过 打量着我 笑道 不错 现在会主动啊 我耸肩 义不容辞 很快公司便上市了 那个涉及发小的人并没有出现 我觉得大概率因为命运轨迹的偏移 有了我与实力的参与 避免了发小悲剧的发生 发小兴奋去敲钟 说这是她人生最痛快的事情 除了得到大量手机制造商的青睐 政府部门也非常感兴趣 公司前途不可限量 但我最后还是选择留在A市 从加入发小的公司到上市 每天忙到深夜 几乎没有休息 才短短大半年时间 我感觉像是经历了一辈子 柳如烟母女仿佛从世界消失 没来报复我 我准备的反制措施 实施没有用上 送走发小和迟利后 我便回到婚房 打算收拾一下东西 这套房子还在柳如烟名下 我一直等它卖掉 这样就能顺藤摸瓜 可惜柳如烟比我想象中还能忍 即便去了缅北遭到折磨 依旧没动这套房子 所以就在门外安装监控 打算换个地方居住 这段时间 父母得知我公司办的风生水起 不需要再筹房子的首付 索性将面馆盘了出去 二老在家里过上了晚年生活 打包好所有东西 送到新的住处 我来到面馆 点了一碗面 还是熟悉的配方 却没有熟悉的味道 我知道那是父母的爱 盘下面馆的是一对新婚夫妇 因为我父母把配方赠送 所以生意不受影响 反而比之前更好 看着忙碌的年轻夫妻 脸上洋溢着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我忽然羡慕起来 原本我也想过这样的生活 只可惜遇人不输 成为世界上最傻的冤大头 离开面馆 我翻看新闻 头条是公司即将上市的消息 我们三个联合创始人站在一起 笑得极为开心 一时间成为各大新闻头条 我原本不想出镜 但在持利建议下 上了新闻图片 经过大半年的修正 我精神状态好了许多 变得更加自信从容 当一个男人荷包里有了钱 那么缺点也会变成优点 尤其是与发小还是单身 立即成为诸多女人追逐的对象 不知不觉走到一条熟悉的小路 电话忽然响起 我一看是持利的号码 便露出笑容 打拒道 你就那么舍不得我轻松一下啊 柳如烟打算对你动手 小心点 持利急速的语气传来 我尚未回应 旁边冲出一群蒙面人 居中赫然是一对母女 正用怨毒的目光盯着我 恨不得将我碎尸万段 旁边是一群黑人 手持棍棒 凶神恶煞 没想到吧 和小鹅死死盯着我 咬牙切齿 想不到你这个废物居然能赚大钱 你那家公司上市 起码能赚几千万 劝你不要反抗 不然会生不如死 面对众人包围 我面不改色 冷冷道 你们还敢出现 不怕被抓吗 和小鹅狂笑 歇斯底里道 当然怕 不过在动手之前 我们早就准备好退路 只要把你带到棉北 山高皇帝远 到时候你就乖乖 他察觉到不对劲 面对威胁 我不但没有恐惧 反而露出兴奋之色 我等你们很久了 我深吸一口气 咧嘴一笑 森然道 你们再逃一天 我都寝食难安 这一天 我等了足足半年 警笛声响起 小鹅前后已经被警察包围 他们插翅南非 柳鹅岩母女被抓 是A市近段时间 破获最大的案件 除了雇佣杀人 还有勾结棉北犯罪分子 诈骗金额达到上亿元 其中害死13人 弄残100多人 当吃力告之时 我吓了一跳 幸亏法网灰灰 数而不漏 警方为了抓住两人 一直在我周围潜伏 非常有耐心 所以当柳如烟母女 以为万无一失 能把我弄去棉北时 警方开始收网 除了柳如烟母女外 牵扯出一个庞大的犯罪团伙 悉数落网 这群人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不过这些事情 我不再关心 从柳如烟母女被抓那一刻 便注定结局 总算除掉心头大患 就算他们没有判死刑 在监狱里 那些曾被骗过的富豪们 也会找人进去好好照顾 也许死亡对他们母女而言 才是最好的结果 一年后 公司上市后 业绩暴涨 股价攀升到高点 我套现了所有股份 实现财富自由 经历过柳如烟母女的事情后 我对爱情已经没有向往 对婚姻失望 我与持利的关系 只不与好朋友 谁也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 我依旧扮演持利男友的角色 去他家蹭饭 每次被他父母逼问何时结婚 都是以工作太忙为由 持利确实很忙 成功投资了我们这家公司 资历天上光辉的一笔 很快成为基金经理 管理一百多亿规模的现金 自从处理掉柳如烟母女 持利为了摆满父母催婚 整天在外边出差 我财务自由后 便过上田园生活 不再理会外边的事情 父母将面馆盘出去后 便待在老家 再也没有来到一室 我每个礼拜回去探望 发现他们好像年轻不少 不过每次见面 父母都询问我与持利怎么样 他是个好姑娘 别辜负人家 我心中苦笑 不知道如何回答 我们相互掩护 但知道迟早会露线 归影田园第二个月 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 是柳如烟律师打来 说临死前 想要见一面 他现在非常懊悔 曾经对我的伤害 因为犯罪情节严重 他们母女被判了死刑 听律师说 两人在监狱过得生不如死 经常被育有照顾 和小鹅已经疯了 我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拒绝 不想再与柳如烟牵扯半点关系 柳如烟像是我生命中过客 早已经忘记 我现在只想过好接下来的生活 好好照顾父母 又过了一段时间 我收到了一个包裹 看到柳如烟的名字 便直接丢进垃圾桶 里边有一封信 还有一把钥匙 应该是柳如烟临死前的忏悔 但我没兴趣 直到柳如烟母女被枪毙那天 我得着消息 神色显得极为平静 一切结束了 我坐在院子里 望着寂寥的星空 老海中浮现出迟丽的样子 发现自己竟然有些思念对方 但很快摇头失笑 迟丽那么优秀 而且那么忙 对爱情并没有任何期待 这种女人身上固然有很多闪光点 但不适合当妻子 我只想过些平凡的日子 一阵清风吹来 一群萤火虫在花间飞舞 然后盘旋在乡间小道上 我听到了行李箱的拖动声 抬头望去 愣住了 但见迟丽风尘仆仆站在院子外 见我呆着的目光 我耳道 很意外 我起身 欲言又止 无奈道 当然意外 你这个大忙人 迟丽摇头 平静道 我辞职了 我惊呼一声 不可思议望着对方 迟丽望着我 眼神无比坚定 轻声道 因为我找到了比工作更重要的东西 有没有兴趣一起创业 我急忙摆手 迟丽笑了笑 打句道 如果我说是婚姻这项更有意义的事业呢 什么 我浑身一颤 神色激动望着迟丽 我们相似一笑 天上月 更远了 全文完